歡迎收看永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麼我們在這一集呢要來看一下上一集留下的一個作業 在這個作業裡面呢我們要試著證明說T型ABCD 如果我有一條橫線平行於兩底而且把1要分成2比3的話 那麼試著證明這個橫線PQ的長度就會是2乘以CD 加上3乘以AB除以2加3 要注意喔2乘的是CD三乘的是AB這樣子 好那如果各位有留意的話其實這個我們在前面有看過很類似的就是我們在教濃度的時候我有說 這個混合濃度可以用加全平均的概念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提到說這個權重 如果你加越多 你加越多的話那 這個照道理來說濃度會越接近 這一個種類比如說我兩個種類嘛一個濃度10 一個濃度20 那如果我20這邊加的越多到時候平均的濃度是不是應該越靠近20 好那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長度 跟他的權重會剛好成反比 也就是說你 加的權重越大 那他就會越靠近20 而你加的權重越這邊越少他就越遠離10 這樣子 那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如果這裡2比3也就是這邊比較長 他其實是比較遠離CD的嘛 那他的長度就會比較接近AB 那這樣子的話所以AB這邊乘到的其實是這個對面的這個3 CD乘到的是2 那我們試著來證明他 其實這個證明並不難做喔 並不難 不知道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有沒有做出來呢 好那我們只要把 過A點做一條線平行BC 那我就不寫那個中文的證明式子了 就留下尺規做圖記號然後我們來說明 對過A點做 喔這作業 好我們來寫一下 過A點做這個平行BC的直線 然後交這個PQ和CD與XY這兩點 過A做AX直線平行BC 切 分別 交 PQ CD Y和X這兩點 可以嗎好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知道說這裡是 平行四邊形嗎因為 這些都平行這條又跟這條平行 則此時 CX就會等於 QY就會等於 A B 對不對 好 平行四邊形對邊相等對邊相等這樣子 那所以這三條線段其實是一樣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把PQ分成是PY加YQ 那剛剛講YQ已經是AB了嘛那我們來看PY 因為 因為PY 會平行 CX 所以在三角形 A JX中 這個 不寫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講這句話只是讓你懂而已 那 改考卷老師當然是懂的嘛 他當然知道你的推論 所以說呢 所以說PY這個時候比上 這個 JX就會是2比5 如果上一集有這個Follow到的話 三角形裡面有一條平行線 平行線結出等比例線段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寫PY是 5分之2的JX PY是5分之2的JX 可以嗎 那JX是什麼呢 那JX就是 CJ-CX 對不對 也就是CJ-AB 那於是整個PQ呢 就會是 YX 加PY QY加 PY 我寫對 那於是就會等於是AB 因為QY就是AB 加上 5分之2C租 減5分之2 AB 那於是留下5分之3個 AB 所以就會是5分之3AB 加上2CD 這樣就正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這個證明 我剛剛提到說你會發現 這樣這個公式跟我們前面介紹到那個 混合濃度 的算法有點接近 那我們在混合濃度的時候有稍微提到 這個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來算混合濃度 我會用來求這個線段數線上的 某個點 我說這裡2比3 應該是3比2這樣子 然後這個10這個20 這裡會是多少 那我用來求他的話呢有一個名稱叫做分點 分點公式 就是說這個點是把 這兩個點中間八幾等份的某個點 所以叫做分點公式 那名稱不用背啦公式也不用背 就讓你知道說他們有關聯 而且你會留意到其實我們剛才這個證明的過程 跟我今天如果想要算這個 證明的過程其實是接近的 為什麼呢 我今天如果說3比2 然後今天這兩個 都不知道 這是A 這是B 那我去算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說 A的這個點 其實他就是跟遙遠的不知道在哪一側 也可能在這一側啦 就是說有一個0 那A這個點的值 他的座標 就會是他跟0的距離 這個長度 然後B的點的這個座標也會是他跟0的這個距離 對不對 這個長度 那中間這裡呢 中間這一段長就會是B-A 對不對 中間這段長是B-A 所以他在的位置是一個A 加上 5分之 3個B-A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 5分之3B 1A-5分之2 就留下 -5分之3留下5分之2 所以是5分之3B-2A 那你就會發現 在這邊這樣的推導跟 我們這邊這樣子的推導其實是很 像的 只是他是在一條束線上面 我們這個是在一個 這個T型裡面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你去推論這個混合濃度 你也是可以用類似的角度去推的啦 OK 這是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 那我們來看 一樣是上次的作業的這一題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跟你說 D1平行BF而且EF平行BC 好求這個打問號的地方 是DF是多少這樣子 那這裡怎麼做呢 那其實就是把我們 就是要使用我們在上一堂課 所看到的這個 平行線結 比例線段的這樣的概念 那 學生一開始如果 不方便 不方便 就是沒有辦法順利看出 那個線段的比例 那我都會建議學生 老師可以建議學生就是 把你看到的三角形畫出來 然後其他地方不要畫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我可以 有沒有看到 三角形裡面一條平行線呢 有比如說有一組是這一組 ABF 在三角形ABF中 ED是不是跟他 跟EF平行 所以我就故意先畫這個出來 對不對 那這裡是問號 這個是5 對不對 那這樣子所以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我可以知道這個 D1跟 BF比起來也會是 5比上5加問號 要注意喔不是5比問號 是 5比上 5加問號 那我就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是比的話 我們都圈起來 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個是真實的值 這個是真的5 這個是真的問號 所以就不用圈 那右邊 左邊這邊也可以比 左邊這邊的話 我們就 不畫大的 我們就 一樣取這個5跟問號 所以這邊是 5比上 問號 可以嗎 有看出來吧 就是這邊比這邊 是這邊比這邊 就是5比問號 那然後呢 在另外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 ABC中 最大的這個ABC EF平行BC 對不對 我們一樣把他畫出來 那這個時候 這裡AF不是5 AF是5加問號 已經被我塗黑了 AF是5加問號 然後C是5 所以這個時候我又可以得到 A1比1B是5加問號比5 可以嗎 如果我剛才這裡有標起來的話 我應該要標起來的 我們剛才的這個是 A F B 這是豬 這是E 那於是你就可以發現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寫成這個 推論 寫成推論 因為 三角形 A B B F中 因為 ED平行 BF BF 所以 A1比 B1 會是5比問號 三角形 A BC中 因為 EF 平行 BC 所以 A1 比 B1 B1 就會是 隔壁的 5加問號 比5 最後求解了 我寫到這邊來 最後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5比問號 會等於 5加問號 比5 那其實問號就是 當X解 所以5比X 是5加X比5 那中間這裡乘起來 會得到 我們解在下面 我寫X啦 大家看起來比較習慣 那所以中間 內向相乘的 外向相乘 X平方加5X 會等於 25 對不對 對 好 那然後勒 然後就是 最後解一圓二次方乘4 X平方 可以用配方法 直接寫 加5X 那配方法要 這裡要寫多少 大家還記不記得配方法 X平方加5X 那這裡 這邊要寫多少呢 好 他的一半 是2分之5 的平方 是4分之25 那所以在這邊就會加到這個 25加上4分之25 那25是4分之100 所以就變成4分之125 對不對 好 所以X加2分之5 就會等於 正負 跟 正負2分之5 更號5 125 更號125 可以把25 抽出來是5更號5 所以X就會變成 好 因為我們的X應該是一個長度 所以這個負的就不合了 所以他會變成 2分之5加5 更號5 負 加5更號5 可以嗎 看一下算是 那所以最後呢 來寫答 沒位子 我直接寫答 所以直接寫DF X就DF 可以嗎 所以最後答案是這個 那麼這裡有一題 大家看一下 試者 去求出X 那這個X不是指這上面的這個X 這個X是指 這個 這個 這個X 這個X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點而已 怎麼樣的題目呢 他說 L如果橫線 L有平行 M有平行於N 然後 XY比PQ是2比 X加3 2比 X加3 注意喔 這是比例而已 我就不圈了 大家留意就好了 那 右邊呢 這個 然後接著他說YZ 更正 PQ在這邊 2比 X加3 那接著他說YZ比QR會是 這個 1比 X-2 那求X啦 求這個 X 可以嗎 大家想一想 那我們來看剛剛這一題 在我們前面所教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呢 你會發現他沒有三角形啊 我們之前證明不是都用三角形在證明的嗎 但是他沒有三角形的話也是一樣的就是我可以把它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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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有STU 比如說最上面是U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有 你們有看到三角形裡面平行線 平行線 所以你可以說啊如果我這裡左邊 比是我這裡假如說A好了 那這個A比2比1 那這樣這邊也要是A比2 那這裡也是A加2比1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很快的發現 這一邊的比 也會維持 那個等比例的概念 所以你有兩個方向可以比好你可以說 這個2比1 等於X加3 比 X-2 那你也可以說2比X加3是1比F-2 都可以 所以這個很快算出來啦這個是他的兩倍嗎 他的兩倍的話就是2X-4 所以X其實是7 可以嗎 那麼 這是這次的作業 好 試著用你所學的東西證明 證明什麼呢 三角形ABC中 兩邊終點的連線必定平行於第三邊 而且長度為第三邊的一半 有你目前學到的 看你要用什麼證明都可以 兩邊終點如果連起來 他的長度一定是第三邊的一半 而且是平行於第三邊的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這說的是 第一 氏